大家好,欢迎收听《芒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要有我新西兰的以德台仰和澳洲的真Bc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芒向编辑部》、《正向部》和《沙冷器》 继续壮大中立无色力量 好了,今节就是我们世界时事多合一的时候 第一节新闻就来自以色列 好像看到一些曙光了 是什么事呢?原来以色列就研发了新冠的新药 大家知道现在全球最大件事就是Delta变种 令到很多人都走进了绝望 好像英国、瑞典那样 尤其是英国 我们很多节目都说过他们就很严重 因为要开回城 但是没办法 现在他们都开了,不开都开了 只可以继续去 不过Delta变种真正在肆虐英国 瑞典也是 他们不再采取封城的限制措施了 其他国家也开始准备好与这个病毒长期共存 没办法 与病毒长期共存可能也是无奈之举 不过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普遍施打疫苗 加强第一道防线 这样起码重症率和过身的人士就会减少 那究竟有没有第二道防线呢? 刚才我们说的第一道防线就是疫苗 第二道防线是什么呢?就可能是一些治疗的药品 那以色列最近就做了一样东西的第二期临床测试 表现十分好 亦为出色的治疗了新管 那这种新药可能就成为第二道防线 以色列媒体就说他是马其诺防线 马其诺防线大家都知道 如果知道这个战争史的话 那这个药品的名字就叫做EXOCD24 就是由以色列伊齐罗夫医院的教授 阿贝纳的团队研究的 CD24是一种固定在人体细胞膜上的 小质蛋白 具有调节细胞因子风暴的功能 也挺厉害的 这种我也希望它可以搞定 这种小蛋白质其实可以做到什么呢? 就是新冠病毒进入宿主细胞 复制并且释放指代细胞 引发细胞招忘的时候 这种药品就会阻止这种现象的 这个阿尔贝研究所其实都已经有25年 对于蛋白质还有其他外被体的结合体的研究经验了 好像今次说的CD24 其实这个团队都已经有很久的经验做相似的研究 这种药品原来不经不觉地去年9月已经被以色列的卫生部门批准进行第一次临床测试 结果令人振奋 30名中重度患者当中29名在3至5天就完全康复 并且没有任何副作用 实验室就说当前实验的目的就是 试验这种药品是否安全 直到目前为止 一期二期的患者当中没有人发现有任何副作用 8月5日的时候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邮报也说 由这个教授组成的艾尔拔团队研制的EXOCD24的二期临床 再次有积极的成果 说都挺厉害的 有超过90%的参与实验的重症患者 在5天内占预出院 这个都是欢迎鼓舞 有些人又说怕疫苗 可能吃这些药品不太害怕 有些人怕打针 我认识一些朋友 只可以这么说 跟我们年纪差不多 三十多四十岁 但是都很怕打针 可能人有些就是很怕打针 没办法 所以现在都算是有一些好消息 当然了 我们之前有节目也说过 中国有企业也分离了这个Delta变种 希望越来越多科学的手段 可以对抗到这个变种 这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就是来自澳洲的 会不会有些人说澳洲政府侵犯人权呢? 自由民主国家 究竟是什么事呢? 原来澳洲政府出台了新的指导意见 雇主现在有权利去顺问 雇员你们究竟有没有打过新冠疫苗呢? 原来昨天联邦政府出了一个指南 就说雇主允许问他们的员工 究竟你打了疫苗吗? 以采取相应的措施 预防工作场所的爆发 当然了 澳洲也有很多人 经常打着这个民主自由的旗号 我打不打? 为什么你有权问? 是有权问 因为工作场所是有很多人的 你要顾及其他人的生命安全的 是吗? 我觉得没错 当然了 有些所谓的人权团体就说 我们的信息和私隐 越来越多人知道了 不行的 其实澳洲政府的态度是很坚挺的 他就说雇主的确有权利 问他们的员工有没有接种疫苗 不过 这样不意味着 可以在整个社区强制接种疫苗 有人就说 这样不就是强制接种叫人家? 哈? 你呀 问一问 会被人歧视 但是 我觉得这些是社会责任 最大的自由是什么? 我经常说的 就是生存权 如果你真的出事的话 令到人命都没有 是吗? 当然了 这个对企业的最新指导也意味着 如果员工没有告知 这个雇主的话 的的确确对他们的客户和同事 造成了风险 这样雇主可以采取相应的行动 那不一定炒你的 澳洲炒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相应的措施是什么呢? 就是钓缸 把你钓来一些不是面对客户和 那么多互动的缸位 就可以减少未接种疫苗者在工作场所 如果染疫带来的坏效果 其实搞这么多事 我都明白那些人搞这么多事去避 不如浪费时间去接种也好 是吗? 不过这么说 我们总理 这次我又觉得他说得对 他说澳洲疫苗接种是免费的 而且不是强制的 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 联邦政府不会尋求以私隐这些理由 强制叫人接种疫苗 这不是我们要做的事 无论是合法的指示方面 还是对雇员的合理指示方面 雇主都有一定权利 他们绝对有权利 决定哪些人可以进入工作场所 是吗?说得对 我是老闆 难道明知你出事还让你进去吗? 所以这一点 虽然我常常批评他 但是公是公非 这一点他说得对 接种疫苗其实不是 我觉得 你可以说这些是我自己的事 但是你每一天出街 面对的就是公众 公共卫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是全社会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有些人 他们很坚持 不接种 你有你的权利 但是你的雇主也有权利 决定是否要把你调缸 要把你调缸来一些 那么多互动 和面对那么多客人的崗位 也是合理 都是那句 如果你真的招惹 比如你好像一家 手机 网络供应商 你每天都见那么多客人 他又来咨询那些合同怎么签 那些block band 那些又怎样搞 网络又怎样搞 那你说你不接种疫苗 那他就把你调到后台 搞一下电脑那些东西 不是怎么样 是吧 你要坚持 那这个就是第二则新闻 第三则新闻 哎呀来自India 是什么事呢 哇印度真的很有红心壮志 他们又想打造第三则航母 第一则航母 就是自制的航母 我们都说过 就是叫做维克兰特号 已经完成了试水了 但是有听过节目的人都知道 他们航母是没有枪的 上面那几层是没有枪的 因为赶着试水 真的很大气功 吹到那些军 很好笑 没有枪的 被人家笑 当然 莫迪当然是很开心 莫迪怎么说 我们现在已经打造第二则航母 第二则航母叫维莎尔向 那其实这则航母 大家不要以为他最近才想打造 其实很早之前 申德里已经原则上是同意打造第二则 不过由于国防参谋长拉瓦特和印度海军司令 阿星、申格对于一些事情有不同意见 所以很可能就是要政治上解决 政治上解决什么事呢? 就是第三则航母 阿星、申格说 他就说我们现在要打造第三则航母 这样才可以打得到中国 我们的球赏就是在洞西岸各部 都要部署一只航母 之后第三只航母就是要串购的事务 这么有红心壮志 就是他说东一只、西一只 就是固守回印度 第三只我们就是在全球那里执行任务 很厉害 讲到好像 是不是这么多钱? 不过很多人就不同意他这种说法 因为打造第三手航母 都不是那么容易 对于印度来说 第一 那当然是钱 印度向俄罗斯采购的超日王号的过程当中 原价就从这个9.74亿美金 最后来你知道多少钱? 最后来俄国佬就要收23.5亿美金 上面就配备有45架 29K和其他的武器 加起来就70亿美金 还有他们就说了 这只刚刚试水完成的维克兰特号 其实都已经有米格29了 还有卡莫夫31 空中预警直升机等等的武器 其实很多人觉得已经是够了 需不需要再打造第三手呢? 还有就是随着导弹和巡翼飞弹攻击力 越来越厉害 潜艇和轰炸机 其实都不需要那么近航母 就可以远距离地发射反南飞弹 对航母是造成威胁的 所以越来越多威胁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再打造第三手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解放军日益强大 其实是不是真的需要和中国撑到行呢? 有没有这样的必要花这么多钱呢? 不如大家谈好它 和平共处就最好了 你两只都够了 你防卫印度本土而已 那需要第三只说要出征呢? 虽然你整天都想出征 我就觉得没什么必要 不过这样说 有些人说我们打造第三手的话 才可以显示到我们有国际实力 其实你只是为了显沙尘 为了显示自己很厉害 所以我们看看 那这个第三则新闻 那这个第三则新闻 第四则新闻 就是来自我们澳洲的 究竟是什么事呢? 就是澳洲预计明年就开国境了 其实上年我也觉得今年是可以开到国境的 但是 说句老实话 我想起码要明年年底才行 那我们的部长是怎么说的呢? 他们就说 疫苗大量推广 封城就会减少 所以大家一定要打疫苗 这些都是废话 我们说过很多次了 不过他们就说了一件事 预计明年开放国际旅游 中国疫苗也会被认证 被认证的机会也挺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希望中国游客回来 其实我们的部长就说 国际旅游将会在明年发生 但是首先澳洲要有80%的人都接种了疫苗 这是关键 然后我们可以过渡到疫苗护照和旅游国家清单 当然了 世界上有不同种类的疫苗 包括牛津、阿斯利康、辉瑞、莫德纳 我们还会批准其他疫苗施打者 当然了 他们是来自一些不同的国家 就好像中国和俄罗斯 我们欢迎他们到澳洲旅游 所以我们还会批准其他疫苗 就好像中国科兴、国药和俄罗斯的卫星不好 好,其实之前澳洲是不肯的 但是老实说 有旅客就是有钱 有钱呢? 我觉得最后应该会批准的 因为你想想 不只是中国 很多国家的人士都打了中国大陆生产的疫苗 所以其实他也是聪明的 他知道批准了国药和科兴 很多人就有机会来到澳洲旅游 当然了 别人肯不肯来 也是另外一回事 你之前这样 对中国十分不友善的话 中国人会不会回来呢? 我不知道 但是起码刚才说的那些接种中国产疫苗的人士 他们也有机会回到澳洲 或者来澳洲旅游 有些是留学生 事实上也是一件好事的 我觉得科兴和国药既然 连世界卫生组织都承认了 那澳洲承认有什么问题? 你说不像台湾的什么台产高端疫苗 全世界没有人承认的 只有台湾倒内承认的 而且还是蔡英文派的人 那个什么疫苗 研发小组的人 紧急通过 想知道他什么小组 总之通过就可以了 当时就是这样 搞到很多风波 但是国药和科兴 的确确是被世界卫生组织承认了 我觉得 至于世卫承认的疫苗 澳洲都应该是打开国门的 这些接种了世卫承认疫苗的 国家的人士 应该都有权利来澳洲 当然了 都是那句 别人肯肯来也是第二回事 好了 那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